如休三昧 本出尘老 隱形不出 尘不可出 这话说得很真实 我们细细想想的是一点都不错 如休三昧 佛对这莫难讲 实在讲就是对我们讲 我们现在修的是念佛三昧 修学三昧的目标是要超出尘老的 尘老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就是指三人界六道轮回 我们念佛 目的就是要超越三界六道 目的在此里 尘老第二个意思 尘是污染的意思 你像我们桌子上很干净的 有了灰尘了 染污 就不干净 污染的意思 老是老苦的意思 六道里面生活很苦啊 很努力啊 那么我们确确实实 体会到佛家的成老的真实意 如果隐形不出 成就不可处 这一句话说 换一句话说 你想的清净心 清净心 心上再也没有污染了 这是决定做不到 为什么呢 这个隐形呢 就是所有一切人老的根本 你只要有这个心 必定为一切尘老所污染 换一句话说 这是所有一切最重的根源 能把这个东西拔除了 所有一切的罪障啊 都洗干净了 这是真正的关键 佛是一语给我们倒 所以一定要真正做